我叫小天 一年前如愿地走入这座校园 那是我最骄傲的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喜欢每天照进这里的阳光 他是小羊 标准的学霸 每天到湖边的时间 就像时钟一样精准 同学们好 今天是我们的开学第一课 我们将在国家的探中和背景下 开展我们今天的创意设计思考 思考 其实在校园清晨的一声 嗨就开始了 除了上课 不是在图书馆 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 在这儿 你总能找到一群优秀的人和你一起 如果说梦想就是星星 谁不想点亮属于自己的那一刻 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 手冲咖啡请慢用 又是不加糖不加奶 你不嫌苦吗 你懂什么呀 喝的就是咖啡的这种感觉 你得了吧 天儿 你期末设计怎么样了 已经想好了 不过每天在纸上画图 教室里做模型的 什么时候 我也能自己动手 做所真正的房子就好了 老师 我们要报名十项全能大赛 不过这次比赛主要是面向新功课 促进学科融合 而且是为高年级准备的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 你才大二 我觉得太难了 老师 我虽然才大二 不过我有信心完成这次十项全能大赛的任务 老师您放心 我们都会帮助小天来完成这一次比赛的 我希望你们组织一个强大的跨学科团队 把这次比赛做好 好 老师 我们从来没有碰过这些东西啊 当然 接下来就让你用它去探索新的理论 在未来的日子里呢 你们也怎么样 让我们去共同建造一种码 去把学到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实践当中 这个项目本身呢 又代表了技术和工学发展的未来 所以我们叫它阳光小屋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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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要留出二十毫米的泵形 这样才能保证小屋的稳定性 我看我们就用单坡顶 单坡顶太阳能板面积太小了 咱们是要去参加比赛的 必须满足能源供给 如果太阳能板面积太小的话 根本无法满足小屋的日常需要 所以南面的采光面积要大 这样才能提高功夫板的转化效果 不行不行不行 太大的南向单坡顶会降低屋檐 这样的话会减少室内通光量的 是啊 我们还必须得考虑它的生活实际 这次不光是阳光小屋 还是节能环保低碳小屋 所以我们才采用这种全木质的结构 你说得没错 木质结构是现有防务结构中 最经久耐用的结构之一 如果使用得到 就可以发挥它很多的特性 比如在视觉美观的基础上 尽可能地分配出舒适的空间 就像植物也会呼吸 你们的储能电池需要多大空间 一点五立方就够了 一点五立方米这样的方法 为什么给我们主能电池 留这么点的空间 电池进去了 人怎么进去 他说一点五立方米就够了 电池的安装应方便于施工调节 维护和检修 这样的空间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要的是一点五的立方体 而不是一个放倒的眼镜盒 你在这儿设计一个斜坡 人不就没有站立的空间了吗 在设计的时候 不考虑别人的专业 那就是不专业 你们的电池这样太多空间了 都像你们这样 其他功能模块空间就不够了 同学们 刘老师 你们好 坐坐坐坐 刚才你们聊的很有意思 我都认真听了 我们换个地方 屡屡思路 你们看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百年校区 其实也是一个精神堡垒 当我们遇到困惑团队之中 有不同的观点 我们自己有取舍 难办的时候 那想想这四个字 能不能做到 从其识求其试 所以这识呢实际上是 科学客观 试呢就是真理 谈成这种精神 和这种态度 去解决 我们在实际设计 学习中 包括未来工作中 遇到的具体问题 这座桥啊 大的代表太阳 小的代表月亮 如果把我们的小屋的屋顶 也设计成这样的话 不行 那样墙体面积就增加了 冬季保温没保障 好 这两天我想到了 如果我们选择双坡顶 这样既能增加太阳板的面积 又压低了北面墙面 这样冬天的保卫效果更好 需要的能源也就更少 想法可以啊 没白忙活 成了 可是时光要求阳光小屋 在恶劣的天气下 要维持五天的运转 你又叨叨这个 阴雨天功率很低 根本支撑不了小屋的正常运作 不是我叨叨 咱们就应该面对现实 再去解决问题 你忘记方蕾老师和我们说的话了 楚能 好 王公 我们的电池是肯定可以做的吧 没有问题 因为咱们这是定制化的产品 所以价格应该是市场价格的三倍 三倍 定制化的产品制造成本比较高 好 仙男 还没休息呢 刘老师 您也还没休息 你这屋里的灯啊 就向外边录灯了 是最近的项目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最近同学们都干劲十足 但就是在储能问题环节 遇到了瓶颈 是这样 我是这么看的啊 培养学生就像建房子 好的平台和设施 就像我们盖房子当中的结构和外延 但是更加更加重要的 把阳光引入房间 让房间有温度有光亮 我们的引领 可以使学生走今后路更顺 更远 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 智能电网的作用是怎样发挥的 可以说非常关键 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 有七个关键举措 那其中之一就是要构建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 也就是智能电网 那其中太阳能加储能 是颠覆性的领域 在智能电网领域中 有一项非常关键的技术 就是对电动汽车的充放电进行优化 在能源充足时 我们对它进行充电 当我们需要它当电源时 让它反向对电网充电 我可以为小屋做一个后台数据库 来监看所有的能源收集和转化情况 对啊 这样阳光小屋就更接近智能电网的零件功能 今天我们带着五十多位伙伴的努力 还有二十多位老师的帮助下 站在了这里 我们来自不同的专业 却一同走进了彼此的领域 一同动手推开了一扇 走入广阔未来的大门 一次次的困难没有让我们放弃 而是在彼此的交汇中 让阳光小屋这个梦想化为了现实 永恒地 注立在我们改造未来的理想中 我们走过的路 我们走过的路 永远的存在 我们拥有的故事 这是阳光小屋的故事 也是我们的故事 这里 感受到的阳光 将我们的理想 照进现实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在人生的赛道上 加油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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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的交流天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